千万不要在朋友圈炫耀这三样东西 时刻提醒自己 一 千万不要炫耀财富 财不外落 贵不独行 因为比你有钱的人看到了会笑话 比你穷的人看到了会嫉妒 人都有嫉妒心的 你若随意暴露自己的钱财 很容易遭人惦记 甚至会引来不好的灾祸 西游记中有这样一段故事 唐僧师徒二人到观音寺 一个老僧拿出自己的宝贝 跟唐僧炫耀 孙悟空按捺不住 便拿出唐僧的袈裟与制衣比高地 没想到老僧看了袈裟 起了贪念 想占为己有 就在夜里火烧他们 后来师徒二人 虽然脱离了火海 但袈裟还是丢了 所以真正聪明人 都懂得门声发大财 因为比起面子上的荣誉 真正值得炫耀的是骨子里的修养 你觉得呢 二 不要炫耀自己的才华 功不求营业不求满 有道是自古人生最寄满 半平半富半自安 很多人喜欢在朋友圈 炫耀自己所谓的完美的人生 晒车晒房子 晒事业 事实上 除了你的父母 没有一个人真正希望你过得好 你现在有多张扬 以后跌到谷底 就有多凄凉 人生就像一段经历 有上坡必然有下坡 有顶峰必然有谷底 什么都想追求完美 那必然会完蛋 所谓艳阳高照 终会日落西山 皎洁明月 终会亏缺 如狗 为人处事 其实没有什么秘诀 最重要的就是 半满的心态 越有本事的人越低调 越是无能的人 越是希望通过炫耀 来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能保持一颗平常心 远离低质量的朋友圈 说话有分寸 做事留有余地 三 不要炫耀自己的人脉广 别把话说得太满 人到中年接触的圈子多 你的人脉广 这是多年经营的结果 如果只是为了炫耀 而在朋友圈广而告知 这种炫耀 不但不会给你加分 反而会破坏你的人际关系 在别人看来 你朋友多 陆自广 找你帮忙肯定是轻而易举的 你若拒绝 只会让别人怀恨在心 你如果答应了 就要硬着头皮 求人办事 事情办成了 你欠朋友一个人情 事情没办成 别人还会觉得 你无能 最后 变得吃力不讨好的下场 关注我 让你少走弯路 多避坑